因为唐启阳立下了战功参加了我四个饭局后 我就想说这个人大概很会社交吧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俩要去一场婚礼的时候 他给我从头到尾躲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过 就是我都不敢相信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因为唐启阳立下了战功参加了我四个饭局后 我就想说这个人大概很会社交吧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俩要去一场婚礼的时候 他给我从头到尾躲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过 我就是我都不敢相信 跟你看到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婚礼理论上我们好歹要去主桌进一些前辈 然后呢因为那个婚礼上充满了演艺圈的人 所以我从我的座位走到主桌去沿路 大概会被困住半小时 就是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跟喝酒 你好勇敢 然后我就我以为我回来后唐启阳已经不在他的位置上 结果我回来后他还在他的位置上 我应该是那六百个宾客里面唯一的一个 一直坐在位置上吃东西的人 可是别人也会来找你讲话啊 那他就过来啊 我不会站起来的 别人来找你讲话你OK 可以可以可以 合照也OK 通常我会继续坐着 然后用侧脸看他 如果他是嗨 然后就走就走吧 OK 我绝不站起来因为我怕他待太久 你有什么事要忙吗 没有我有一种把自己说到最小就不会被看见的错觉 那你干嘛去 我很高兴知道你跟我做同桌我也就好高兴喔 我以为你是特别委托他们把我摆在你旁边的 没有没有没有很高兴 这么有缘 因为万一你旁边是一个你不太熟的人 那你就是整晚都要硬社交了 但硬社交也有硬社交的简单啦 是 就聊些有的没的 聊星座就好了 OK 然后结果康勇一下就站起来 因为康勇就说我要去跟小燕姐敬酒 我瞬间也被你提醒 我是不是也该去 是 但我后来还是觉得 因为应该有非常多人会跟小燕姐敬酒 不差我一个 结果后来你知道吗 你都还没回来 小燕姐倒是先过来 小燕姐来跟你敬酒 躺起啊 你在这里啊 你最近蛮好的我赶快站起来 然后就赶快拿起我的水 因为我开车我不能喝酒 我说小燕姐 刚刚有人去找你了 你有看到他吗 他说看到了看到了 还拿我做社交材料 对对对 结果变成好像他来敬酒一样 吓死我了 我 因为我也心目中觉得自己是小咖啦 所以我就 你现在得奖啦 你下次把奖座扛去婚礼吧 好吧好吧 跟雅雯姐说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老公 他说你给我几天你 什么时候可以彩排 我说我为什么要彩排16吨 我为什么要开演唱会 我最后还在被他Cue上去 跳16吨 我就说好啦 那这样的话我也只好请我的 好闺蜜 我就放在高院 对错 自己有一个助理 超一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接下来有工作 就带他来摄影棚 然后之前在旧棚的时候 不是还有一间 有放便当的地方 就是很多 有镜子的 对对对对 然后那里很多人在休息 其实那里也很多艺人在休息 然后他来 他就也是第一次来 然后他竟然坐在那边 笑了四十分钟 因为他觉得 姐好好笑喔 他就是因为他在看 他把那边当舞台 舞台去在看 他在等我录影 但是他在里面就是 因为助理应该是很冷静的 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 但他在里面笑到就是 他有节目录影吗 你在看节目录影 因为他在看你们现场 在看现场的荧幕的时候 他在那个休息室 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艺人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他笑到不行 然后是我后来听到其他班底 跟我讲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不行 我现在已经 我已经要疯了 我把他带走 然后我就把他带走的同时 我就刚好遇到小钟哥 因为我们在日本有遇到花雪 然后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花雪 然后他就很兴奋的看到小钟哥 然后就很想跟他打招呼 但我就一直眼神示意他 就是你给我冷静一点 然后结果他到那个电梯 我们好不容易坐到电梯 那个门要关起来 然后小钟哥就说 咪咪 拜拜这样 然后他就说 小钟变得超瘦的这样 然后我就看他 我就很想要赶快 再把电梯按回去 就是天哪 对 他忍不住 可是就是我知道 他想要表达他很兴奋 可是我会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我还一直在想说 小钟哥会不会误会 就是我助理是不是在讲他什么 因为那个电梯就是关起来 可是那个小钟 是很大声地穿出去 小钟没想什么 他可能没听见 对 可是他只是想要说 他本人好好笑 但他好瘦喔 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就会一直想说 我下次碰到小钟哥 我要不要跟他讲说 其实我助理是因为很喜欢你 因为我很怕被误会的感觉 对 所以我身边 只要我一人的时候 我都会很紧张 我遇过最哀 然后让我 最一 然后让我觉得有干涉到我的人 就是贾咏杰的老公 你知道他有多烦吗 就是在 比如说他是三个礼拜之后 才要办那个生日派对 然后他在 三个礼拜前面打开我说 你要表演什么 我说 表演什么 他说对 你要唱什么歌 然后因为我就想说 因为很多你知道 那种大人的聚会 会请那种Keyboard老师 对 或是什么 然后你就随便 如果喝醉的人上去唱一下 什么心不了解或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有需不先跟他讲吗 而且你每次都唱平台 没有 我就是唱热情的沙漠 我就说就热情的沙漠吧 随便唱唱应该大家都会很High 我想就是已经酒憨饿热之后 然后他说 还有那个 我们当天会表演十六吨 他说你给我几天 你什么时候可以彩排 彩排 我说彩排 我说我 我说我为什么要彩排十六吨 我又没有要开演唱会 他说没有 我们是整个整首歌 舞蹈动作什么都要一样 然后蹲的时候 都大家的节奏是一样的 压力好大 压力好大 然后我就为了十六吨 今天是我会打给雄杰说 雄杰不好意思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隔天我女儿什么时候 我说我可能不能参加你的生日 你应该可以体谅我吧 她说 但殊不知是因为他老公 快要把我逼疯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 然后他老公自己担任主持人 前面就先讲了一大堆 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好笑的笑话 当然还是有几个 比较熟他的人会笑 然后他就说 带来第一个节目是 他邀了他的几个 就是运动各个领域的朋友 唱A Cappella 好猛喔 很文艺 然后A Cappella 第一首我们就想说 因为桃姐坐我旁边 我们还一直这样 好精彩喔 因为又不是说 桃姐在 又不是说我多厉害 然后就好不容易就唱 唱完整首了 然后我们就想说 嗚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次练了多久多久 唱得这么好 难道没有人要喊 A Cappella吗 你还想说 A Cappella 有准备A Cappella 我说难道你还有A Cappella 然后就是有一些百慕的朋友 就是在那边想 还说A Cappella 然后我跟桃姐姐就这样 他就真的又在唱了一首 完整的A Cappella 然后后来那个 我隔一天我就跟贾勇姐说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老公 我最后还就被他Cue上去 跳16吨 那你有这一台台吗 你跳了 你跳了 因为他们已经完整本演完 他们就说 怎么可以没有小意思呢 然后就只好把高跟鞋脱下来 然后我就说 好啦 那这样的话 我也只好请我的好闺蜜 因为我就把蔡康永远 就跳16吨 你这样蔡康永远多哀啊 对啊 那你们在那边16吨 陈永哥 陈永哥 陈永哥你看没有军的酷 他可以再输一本新书了 因为那个冲击太大了 16吨的语路 然后女生我后来就跟蔡康永远 讲然后永远说 我知道 我聊家说 因为他有好多好多朋友 打电话跟他说 蔡康永远 我们一定要约翳一天出来 你老公不准再 因为我们要集体讲 你老公的坏话 因为他老公有多变态 他们在练习A Cappella的时候 有一個女生被她逼到現場落淚 然後開始失眠好幾天 因為她就唱唱唱唱 然後她老公還說等一下 你眼睛不要飄來飄去 你眼睛看定點 這麼嚴格喔 你說是不是變態 真的有點變態 不就是一個好玩的 她覺得就是她是一個衣人 然後她要讓這個派對 掌握全場 對殊不知很多朋友都其實都在下面 就是你知道 壓力很大 對 心驚膽戰 想說我會不會被Cue到 就是有這麼變態的 這種真的受不了 這種因為壓力大到真的是 整個生活都亂了 不會 那是要看人 像如果你們跟我出去的話 絕對是很放鬆的 怎麼樣 你 我絕對不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很有壓力 你幫朋友辦生日派對 你會搞很大 會 感覺會 沒有 我要先了解這個朋友 如果這個朋友不喜歡保養很大 我就會把它關在家裡 就是變包廂式 可是如果這個朋友很喜歡 就是比較多朋友一起聚會 我就會辦在戶外 而且我覺得伊人還有一個問題是 他們很怕這個空氣很寧靜 就他一定要這個場子是好玩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 跟我的那個朋友出去 在酒吧喝個一小杯 然後結果我朋友的女朋友 就是每次到這種 酒憨而熱的場地 都會介紹一大堆他的朋友 然後連他朋友的朋友 也要介紹給我 就說那個來 你來 你來 這個是什麼老闆 你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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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一整桌 全部的人都不認識 可是伊人覺得這樣很好玩 就全部都這樣一直說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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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就要提出那種 我們也覺得很偶玩的感覺 真的 不然他會覺得說 這是真的冷漠 不能 不然他就會覺得說 派翠柯私底下 連態度好差都不好玩 真的 很難記耶 你是不是擅長周湯豪的派對 我曾經 好 我曾經兩度闖進周湯豪的派對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知道他的行程 沒有就是因為其實 共同朋友實在太多了 周湯豪在新二代裡面 也算是一個大哥哥 他其實很照顧我們 可能剛進來的 或者是小小新二代 他有想要照顧你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進來 我也有跟他打招呼 只是他沒有邀請我而已 就是剛好 好尷尬 好尷尬 因為我就是 我覺得不是他不喜歡我 而是說因為我 你說前段時間 你說我到底 算不算是一個藝人 這個很難界定 他就是沒有想要跟你做朋友啊 我就是覺得說 他好像跟我姐蠻熟的 然後他對我 也好像都是很客氣 很友善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有活動 藝人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感覺不出來 那個人到底想不想跟他做朋友 對 然後那段時間 我為什麼敢做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我當時真的 就只是有一些負面新聞 然後大家好像認得我的臉 但是其實完全不知道我在幹嘛 就好像有點神秘 我就覺得自己很酷 我還可以進出這樣派對 然後當時很喜歡跑夜店啊 然後每一桌 當時都玩到每一桌 我都有認識的人 後來周湯豪有接納你嗎 有啊 然後我就是拿著一個 那個酒杯 然後喝了一點酒 謝謝你讓我進來玩這樣 然後他喝水嘛 不是自己 就很帥